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來到現場世界,我是老郭 來,今天有新活動,當然原本的英子的討話還是在 秀起討話還是在,然後它多了兩個新的活動 一個是推大炮,一個是打板 來看一下在這邊,接這個任務 你要去選兔子或者是紅白兩方 這不是重點啦,重點是活動 來看一下活動是什麼呢,來射靶型 活動時間內會出現寶箱,去關射靶型 寶箱回收布袋,頭重現在和圖多個靶子 這個我還沒有看到啊,沒關係 時間在這裡,這是時間,太好舉辦時間了 再來推大炮,推大炮之前有介紹過了 你可以看你之前的,那它就是推大炮的時間 感覺吧,活動時間都在7點到8點 7點到8點,一個小時 今天把它9點到,唉唷,一個小時欸 好一個小時,好一個小時 好一個小時,那看一下射靶型是幾點 唉唷,同時間欸,然後6日可能會加碼 2到16,兩個禮拜嗎 兩個禮拜蠻久的齁 之前好像是推兩個小時 現在多一個射靶型 所以大家變成可以選擇更多 可是主要是這個啦,得分啦 得分,得分,那看一下得分 得分,這裡 擊敗等級高可以獲得更多 在這裡,個人運動得分齁 有兩頁齁 來看一下什麼 當然如果你有在做99的齁 就是什麼團結之槍啊,什麼的 那像有的人要信賴啊,就是要搶 就是要拿夢幻攻擊帳齁 然後這裡有沒有看到,1萬分的時候 有一個,陰解,銀 好,2萬分,又一個銀 好,再來 3萬分 4萬分,5萬分 6,7,8 齁,對啊 美滿萬分啦齁 有送一個鈴鐺啦 8萬分,所以就是 他有那個盪線齁 看一次齁 喔,搶零盪的時候又打了齁 2,3,4,5,6,7,8 2,3,4,5,6,7,8 喔,隊伍獎勵 喔 如果喔 紅白兩方有一方變得特別高的話 他就會有 Double的現象 最上升一樣 哇 最高是幾分 2,2,3 40百 千萬 12百 你最高兩百萬啊齁 最高兩百萬 大概基本上也是拿到8萬分而已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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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送啊齁 來喔 14時間 2月到16 兩個禮拜 3月啦齁 3月當然我會痛啊齁 那射法性我沒玩過 射法性我沒玩過 射法性我沒玩過 好 那 既然 到時候會有 會有這樣的活動 你要先找一個 可以加入哪一方 加入白族喔 加入白族 要戴上耳朵喔 要戴上耳朵喔 戴上耳朵喔 好 戴上耳朵再去打齁 那至於 推 推的活動齁 他 還沒有 時間還沒到齁 沒有辦法撕了齁 那我們 到時候再來 拍一個 拍一個 射法性的活動齁 那我這一段要來拍什麼呢 這段要來拍 開個鈴鐺好了 開個鈴鐺 因為這隻非常糟糕 這一隻齁 這一隻 沒有 比較好的 可以抖的齁 抖的往來 哇 好多東西要處理齁 沒有時間處理 沒關係我們來 開鈴鐺齁 我們來開鈴鐺 今天講的就是說 夢幻甲的鈴鐺 你要去門開嘛 就是 創造鈴鐺齁 那如果你有打過 這個 復歸的任務啊 或者是 我們爬樓的任務啊 會有一些鈴鐺齁 那就給它鈴出來用 我們來開一下 看會開到什麼 開鈴鐺 活動來了 然後再來就是 再零幾個 零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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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塞滿了 加 取出 加 加加加加加 紙 唉唷這有個紙耶 紙是什麼樣子啊 看不到 有一個紙耶 這個紙 這個紙裡面不知道什麼 紙 紙 這個紙 加個 這個紙 這隻不是組帳號啦 其實這隻帳號有點弱 就 開 甲就好 這隻角色的組合 比較沒有那麼好 來我們來開一下我們 加成 把 叫出來調整一下 好 寵物寵物叫出來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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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隻 4 妹 這次可以喔 這次 開鈴鐺 好的 來 我們先把 小夥伴 羈絆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素質 我們現在的靈巧是805 魅力是890 只加了891喔 沒關係 我們把這個 家庭熟練改一下 退掉 拉到魅力來 或者靈巧這樣 因為通常我們都是用來攻擊你的血量 那我們現在這樣 注意我們看我們左下角 這個靈力的魅力 魅力941 魅力還不夠高耶 有沒有高一點的魅力 魅力喔 這個 裝上去 1 0 0 1 0 加上去 欸 魅力減少了欸齁 0巧 增高 魅力減少 還差一點 那什麼可以改的啊 好像沒有 欸這個好像可以改 大到小錢袋 這個錢袋可以改 那改一下吧 大到小錢袋 也忘了腰帶了齁 也忘了腰帶可以改 再次賦魚 再次賦魚 再次賦魚齁 這個 0 這個 0 好 我們讓 0巧多95 哇 沒有辦法 它只多60而已啊 好 那我們就先讓魅力 中指 我們先讓魅力起來好了 魅力 4 然後 0巧全給齁 好 設定完畢 YA 阿神可以改 其實吃個藥就上去了啦 吃個有關於 應該吃個藥就上去了 可是我現在 不知道沒有什麼藥喔 看看有沒有藥可以吃 哇 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是覺得有用啦 我是覺得有差啦 就是 雖然是看點啦 可是我會建議大家就是 運氣你也要用點心嘛 就是抽獎的時候 至少0妹把它拉高啊 好 那當然你打完要記得趕回來 沒有欸 我沒有酒光欸 好 被 窮人 窮人 好 沒關係啦 就這樣了 我們就這樣抽了 好 就這樣抽 好 就這樣抽了 好 來抽齁 走走走 我們就一個一個抽 我們就一個一個抽 我們就抽這四個就好了 這裡四個 我們抽一下 認識 認識那個 復歸給的 那可能新手的還沒有看過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看TAP鍵 再按一次 你可以看到裡面有什麼可以抽齁 各種不同的鈴鐺 你可以先預料到他的 抽中率跟角色 就從這些去抽 那認的話 就是這樣子 再去看 你看 0.25上來 0.25喔 認喔0.25 那我和你講 0.5啊 雖然認他是給你的沒有抽 可是他給你不是最好的抽中鈴鐺 當然角色上可能 可能會有差啦 好像可能會有差 就是他的 內容的準備 因為他可能 找 假是最早出來的名單 他可能會有一些修正 可是他裡面有一些角色可能沒有 那認的話可能他有一些角色 他就安插進來 不同的鈴鐺 他會有不同的角色名單 跟所謂的機率 來 我們來抽齁 先抽 認好了 好 那至於想在哪裡抽 那是你個人的自由啊 來 抽一下齁 認 我們不十連抽 單抽就好了 藍色 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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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cost4以上 8一下 7 8一下 再來 又藍色了 爛的 其實我蠻 蠻欣慰的 有一些新玩家他是用一些 所謂的低階的角色齁 在打野怪 打野外的女工齁 其實本來觀念就是這樣 你運用你手上有的角色 然後去設定技能 去習慣怎麼設技能齁 然後 你在 去體驗 怎麼去設定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發現 他的特色 也許你會找到 好用的地方 欸 怎麼都藍色的啊 沒有在靠北嗎 其實我 這種 贈送的連打 機率就是 喔 好棒啊 爛啊 那你說 連抽 欸 來了 欸 內藤 欸不錯啊 不錯啊 內藤不錯 我這隻還沒有內藤 可是我的主要角色想抽內藤啊 好 好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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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先給大家看一下我目前的名單 哇 我缺一個 狗怪的啦 我連武藤都沒有 武藤都沒有啊 然後 其他的也沒有 動 就 攻擊手也還好 全攻的什麼都沒有 盾士很多啦 會聽啦 盾不盾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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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站仞 ンヾ 他們是跟誰講話 跟秀奇嗎 來 認 兒 doo 走 sequence 醒1 ainsi1 突破分cost 菊威 是一個攻擊手啦 沒有用 他是 被壓在 武藝的 攻擊力排名好像有 Const 柴田,柴田Cost變5 這個Cost變5就是你抽到一樣,他Cost會往下降 你在野外要叫出來的時候,Cost有24可以扣 他相對的降得越低,叫得越多,越多角色出來 又金,半場型,這是忍者 又突破了,好,再來一個 藍色,昏倒了 好,我們來抽一下夾 是最開始有的啦,來,抽一個 欸,金 林木縱狼,喔,林木縱狼,他有一招全拉 可是我這隻算蠻多盾的 蠻多盾的角色 蠻多盾的角色,啊,Cost突破了啦 他有一招是可以全拉啦 那,早期在還沒有 沒有那個 沒有高橋的時代,有些角色會用他 用他來當附盾 就跟真理大一下,這樣子 好,再來 起來 給我來個巴馬,陰傑的 哎呀,混打了 我最怕,藍色很好 嘿嘿嘿嘿,藍色笑死我了 再來,起來 欸,來了 大的 哎呀,終於 好啦,竹斗手來了 好啦,封煙啦,遊戲全封煙啦 終於 哎呀 啊 不然我這隻只有竹子可以用齁 竹子跟材杖可以用 他有點 爬不搭上去的感覺 當然,戲弦要用 要稍微注意一下啦 因為 他現在抖60秒沒有錯 他現在也有攻擊力啊 其實也不錯 好啦啦,上天保佑,上天保佑 平時,平時都燒香 來,再來個甲 啊,藍色喔 劍鬼 而且我這個是用這個 欸,沒有了喔 好吧 那我們 下去領個鈴鐺 再來抽一下 領個鈴鐺 我們把這個鈴鐺的 解謎順便 這邊 開 我們來看一下啦 那個 我沒看過那個鈴鐺齁 這是什麼內容 這邊會先上啊 這邊 因為這個活動的話 哇 然後我當然會 順便再另外拍一波 實際操作的啦 因為可能 以前有些人沒看過 抽鈴鐺齁 鈴鐺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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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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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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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趕著要打王 或是活動什麼的 然後領到獎勵 被保滿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姓長啊 姓長 你支持烏克蘭嗎 獨裁國家就是這樣了 想打人 不問理由啊 不過我覺得 普丁是犯了很多戰略上的錯誤啦 不管是從軍事行動上 或者是整個準備上 他很強啦 可是他 還有很多戰術上的使用是錯誤的 而且低估了敵人 所以變成延長戰 其實很多國家都會覺得說有槍有砲 打就一定贏了 不是這樣子 因為現在的時代已經是都市戰跟所謂的 資訊戰 還有 無人AI的武器了 不是如果你想說的說 派個18萬大軍 20萬大軍 打進去就一定贏了 因為游擊戰已經是未來駐留了啦 還有無人戰 無人機戰爭啦 除非你有像美國這樣的破例啦 就是不要搞那種小動作 他就是大軍押警 直接就是 轟炸 炸品 全部炸品 如果你是這樣 你會得到一個 惡名啦 如果你之後要再統治這個地方 或者再管理這個國家 你可能會有很大的問題 除非你有很正當的理由 去讓你去 去攻擊敵人 用大軍去壓盡這樣 而且他來不及 他急著要 功成名就 那就沒辦法啦 也許他生病了或怎麼樣 趕著要打 來 我們來看這個 英傑召喚令 可是我們也學到一件事 一個國家的獨立 是那麼的簡單 俄國直接就喊 這兩個州 這兩個郡 直接獨立成國家 所以 常常有人在講 你是不是獨立國家 設一大堆理由 不是 只要一個大國家提你就夠了 欸 我就說你是國家 那就是國家了 至於有沒有陸聯合國 有沒有被人家認同 那是另外一回事 欸 還有蛋欸 請殺 好 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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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欸 有風魔欸 有風魔 不錯 換鞍 你看有換鞍 可以掉 可以掉 很遠 本多陣 哎呀 那這個是新的啦 新的 好 新的 前 欸 有前田慶刺啊 新的 新的 新的啦 新鈴鐺 新鈴鐺 這裡 喔呦 不錯喔 蠻不錯的喔 好 一打 大家順掉 好 封我的鈴鐺啦 封我的鈴鐺啦 封我的鈴鐺 還有門都振興啦 0.58 喔 後面這邊好高喔 嚇死人了 5.58 0.58 好 我們看0.27 我們看到0.27 0.27 0.27 所以0.27這邊才是主要的 好的啦 好 那今天 就到這裡喔 歡迎來到新鈴鐺 請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可以看到一些活動 那這個是 指鈴鐺的介紹 還有一些 活動介紹 那希望大家喜歡 好 謝謝大家 就到這裡